報告委員會 現在進行民眾黨黨團提案第六條 請先讀條文 民眾黨黨團修正動議第六條 雇主或事業單位不得強迫勞工 前往今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公告為第三級旅遊檢視之地區 雇主或事業單位應企業經營之必要 指揮勞工前往今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公告委第二級旅遊檢視之地區時 應提供勞工完備之防疫物資 如勞工任務雇主為提供完備防疫物資的拒絕前往 前向之防疫物資由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告之 雇主或事業單位應美中向中央勞動主管機關通告 及雇用之勞工於第一項及第二項地區工作之人數 為本第一項第四項或第八項規定者 儲新台批2萬元以上30萬元相罰款 依大陸地區法律組織單記之公司 為從屬公司而永遠第一項第四項獲題八項規定時 其控制公司並應並受處罰 本條規定於雇主為外國公司 或依大陸地區法律組織單記之公司應使用之 雇主獲得因勞工拒絕 至今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公告為第二項或第三項旅遊情勢至地區工作 或秀簡易或隔離處置 而是為礦池扣發全景獎金 績效獎金 紅利獎金或與檢戶降調減薪或為其他不利待遇 雇主獲得因勞工拒絕 報告一位 現在進行各黨團推派的代表發言 請賴湘林委員發言 好 院長各位立委同事喔 針對這一條的部分是民眾黨提出來 在六七條部分 那我們經過昨天的協商之後 我們進行了一些修正的動議部分 那剛剛我也聽到郭國文委員 洪森漢委員也特別關切這樣的一個這個情勢發生的時候 能不能援引職安法十八條 或者是職安法六條二等等 那課與雇主的責任 包括要提供必要的防付 那如果說沒有必要的防付措施 勞工得拒絕 昨天在協商我也很清楚提到 這個職安法的十八條的退幣 在勞動部認定裡面 這一次的疫情的狀況 並不屬於退幣的這個權利 所以我更期待就是因為它的特殊性 情勢而能夠在這個特別條例裡面 有個特別的法令 讓勞資雙方能夠援引適用 那我們也做了一些調整 特別是針對 如果企業經營必須指揮勞工前往疫區 到第二級旅遊警示區等等 要提供完整的防疫物資 物資的部分呢 由中央疫情指揮中心來公告之 這個我們也參考了昨天蘇小會委員的 這個相關版本的一個方向 那我是建議是不是說 針對這個退幣的部分 特別現在在這個疫情的這個升級裡面 包括韓國也被列為第三級的旅遊警示區 那越來越擴大 那台灣是一個跟各地有一個這個 國際工作的一個跨境的一個區域性 那我們自己的員工 我們自己的企業 都應該要面對疫情發展之下 能夠在一定的保護措施中 才能夠去提供勞務的這個法律 是要有一個依據的 而不是靠雙方用各自的認知 或雙方基於企業上面的內容就可以適用 我認為這個還是不足 所以很期待這個第六條的修正動議 也可以得到各位委員的支持 那再者是台灣也很多企業呢 他可能登記在大陸 那他的員工呢 是我們台灣自己的國人 那基於這樣的一個跨境的契約 台灣的法律也沒辦法去處理 他們的契約都訂在其他的地方 那基於這樣很多勞工想說 我不去那邊旅約 我可能就失去了工作權 第二個我也沒有權利 或這個法律來讓我跟契約 再做更多的這個協商 或者我的遠距工作 我現在暫時不履循這個契約 有沒有一個冷凍的這個協商期 冷凍期 這個我想還是在特別條例裡面 才能夠去關照的 那細的部分 我很建議勞動部能夠提出來 他們相關在指引上面呢 更精進的讓雙方勞資都能夠理解 而不是只有用職安法的18條 或者是現有的指引而已 那再來才是說 這樣的一個保護措施 真的很期待我們這一次 在疫情還沒擴大的時候 都能夠先以因應 而不到到時候呢 就無法可用 以上報告謝謝 謝謝賴委員 接下來請洪森漢委員發言 好 各位人大家好 就像剛剛其實在之前其實有討論到 當然就是說我們非常非常關注 勞工的朋友不會因為經濟上面的壓力 所以被迫要到疫情其實嚴重 或者是說他這個感染 感染這個病毒風險提高的地方去工作 所以之前我們當然就是透過記者會 當然也透過一些行政上面的協調 跟呼籲希望行政單位出來 盡量避免讓這樣的事情發生 因為他可能會成為防疫的一個破口 那這次當然之前在協商的時候 各黨團有提出不同在這個概念之下的版本 那確實現在是希望避免這個防疫的工作產生的不確定性 所以我想剛剛有說各個版本之間有些互相援引的部分 就是說現在民進黨提出來的版本是原本是只有 民眾黨只有第二級的旅遊警示區 現在多了一個第三級的旅遊警示區 但是也是用同樣的一個概念是說 雇主必須提供勞工必要的防疫物資 必要且充足的防疫物資 如果勞工認為雇主未提供必要且充足的防疫物資 得拒絕前往 我們把這樣子的概念跟這樣的方式 放到附帶決議的內容裡面去 希望可以兼顧到各個不同的需求 那一樣的我還是想要呼籲 就是說我們用行政上面的手段 用法規上面的手段 或者是用一些道德上面的呼籲 但我覺得很重要的事情是 這個概念其實不是這個勞工跟 不只是勞工跟企業之間的一個拉扯跟拉拔 很重要它其實是一個防疫專業的問題 所以在這個附帶決議 我們希望用這個附帶決議的條文之下 如果接下來還可以再加上一些行政手段 提高勞工 在保護自己上面的籌碼的話 這會是接下來 不管是民進黨或者是我自己本身 我們都會持續要求的一個做法 謝謝 謝謝 將委員請成 現在講的沒關係 向一位報告 江啟臣委員羅民財委員聲明 對剛才之所有表決 與國民黨黨團意見一致 請列入公報紀錄 請列入公報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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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報告一位 出席104人 贊成5人 反對62人 棄權37人 贊成者少數 民眾黨黨團修正動議條文 不通過 扁條文不予採納